为了欢庆兔年春节NBA的总冠军 荆州勇士队22号大年初一 主场对阵篮网的比赛当中 也穿插了多项的庆祝活动 也邀请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 来摇龄开赛 勇士队向每位进场球迷 派发写有春节快乐的兔年特制红包 商店里摆放着限量版庆新春球衣 球迷们排队与兔子雕像合影 开赛前场内外都有武术表演变场 勇士队首次特邀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 为开赛摇龄 比如说今年是兔年 就是要平和 要友善 要智慧 所以我觉得 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化元素 能够给人很多的启发 让我们华侨华人 在这儿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尊重 春节快乐和兔子图片在赛场大屏幕上滚动播出 中场及串场表演中 中国民族舞蹈和舞龙舞狮赢得了不少掌声 球迷们希望兔年新春能够给勇士队带来好运 期待多元文化在勇士队传承下去 这是勇士队连续第八年和球迷一起欢庆春节 球员们还在短视频中用中文向全球华人拜年 防尔维持刘海平就金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